神隐王座最新级踩而势力恢复 他看到龙浩尘是个大帅哥 是什么反应呢 本着的神隐王座不得不说做的简直太帅了 虽然主角的神隐王座消失了 但是魔神皇封秀 亲民驱魔官踏出了三角 第一角震碎王座 第二角全城贵夫 第三角踏碎九阶护凳 要不是因为有着龙浩尘 是他外孙这层关系 估计这一次他就会直接毁掉驱魔官 对连所谓最强猎魔谈的魔神之隐猎魔谈 也根本不能抵抗百万灵力的魔神皇 爽文就应该这样 该燃的时候就该燃起来 我是没有看个原著的 但是不得不说剧情的发展一点也没脱 搞笑中掺杂着家国大义 估计这也是藏家三少最好的作品呢 真的比斗罗大陆好太多 而在本集中的一个点 寻规之剑因为魔神皇的到来而暴走 即便由着龙浩尘帮助 彩儿还是晕倒了 但是就是这次晕倒 在预告中我们可以看到 似乎圣彩儿的势力完全恢复了 那么他看到龙浩尘是个大乔哥时 是什么反应呢 首先在原著中 圣彩儿的势力恢复 是因为要离开驱魔关的时候 他因为这段时间的成长 和妈妈爸爸的芥蒂完全没有了 在走的时候和自己的妈妈抱在一起 至此解开了圣彩儿的心结 圣彦丽多最后一个考验也完成了 至此彩儿势力恢复 灵力也随之增强 再看预告中的场景 似乎是弱化了存在父母的作用 而是因为此次巡回之间的影响 彩儿一醒来 龙浩尘就一头扑了上去 彩儿势力就已经恢复了 而当他恢复势力后 看到龙浩尘的样貌 他表现的并没有特别惊讶 你以为他是真的不喜欢龙浩尘吗 并不是的 他只是不愿意表现 在晚上回到房间之后 他的眼睛是一眨不眨的盯着龙浩尘 片刻不移动 那是越看越好看 他自己都不相信 这么帅的帅哥自然是他的人 而在势力恢复之后 彩儿的灵力也急速增长 战力飙升 其实是七级巅峰的魔兽 他也能够应对了 成为龙浩尘团队中 最强的杀手剑 两人是标准的蓝A女威 话说你觉得龙浩尘够帅吗